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你前面的工作经历里头呢 我都还没搞清楚 你到底能在产品也好 运营上面也好 或者是你现在说的要活动策划也好 你拿一个例子来说 你能做这个事 因为我现在做实习是偏社群运营的 关于产品这方面的工作的话 我确实没有相关经历 我的发展方向 以后是想往这方面发展的 所以说还在学习中 小旭 我真替你着急啊 我跟你讲 这种路还是你的意向单位 你想你的目标是粉笔网和我们 对不对 那你这么长时间 你一直不讲你在教育公司里边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产生了什么价值 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 有什么感悟 说 赶紧说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社群运营 等于说等学员招进来 然后我们来运营这段关系 然后比如说就提升它的入群率 或转化率这样的 然后需要想一些自己的策划方案 所以你是招生对吗 不是负责招生 负责承接流量 那你的转化的细节呢 具体数据不好意思 我可能不能透露 小旭 我能不能换个数据 你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行业的数据其实大家都差不多的 对吧 你比如说十个家长过来 大概是30%转化 还是60%转化 你无非就是99和实际 无所谓的 没有什么 而且代表你的业绩 你又不是告诉我们 整个公司的总数据 是 你每次老搞的说 这个我不能说 那个我不能说 你老吓他干什么 就是转化率我们 我真不能说 不好意思 不是 你自己的业绩 你怎么不能说呢 是我自己业绩 但是我是依托在公司平台下 我本着对公司 我现在实习工资 你的业绩占公司百分之多少 如果你只透露了百分之一 百分之零点一的销售额 对公司有什么影响 我告诉你 网易是个上市公司 它的公开报表我们都有 你那么愤怒干什么 我觉得它特别奇怪 奇怪你也没必要愤怒 我可能是对这方面不太多 小薛 我帮你一下好不好 好 你先不要跟他着急 第一步你就想 我的结论 我的流量多少 我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三段论 不要那么太啰嗦 好吗 群里多少人 我转化了多少 对 填空就好了 这几数据我真不能说 不好意思 是你没做过是吗 我做过 你做过为什么不能说呢 比如说运用 我就说了它是个上市公司 它所有的数据都公开了 你不知道吗 你先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说不能说的理由 是什么也可以 对 是这样的 我可能对于就是 各个公司之间的 这种关系不太懂 但是我只是一个实习生 权力是很小的 就是我个人是 我个人的心态 不想说理由 就是我本着对我 现有公司的 那个负责的态度 一些数据或运用的方式 我真不便透露 然后是这样的 你说到这里 我特别想说一个 就是从头到尾 我看到他 就是对一个认知的乱 不清晰 一个研究生变业了 马上要变业了 你从头到尾 都是你的认知的偏差 小旭 这个是可以说的 小旭 我跟你讲两点 第一 网易有道 你们的老总周峰 我们很熟 我都想找他问你 但是你实在太低了 我估计他根本都不知道你 你懂我意思吗 第二 他出来都会讲 他的转化方式 你以为你那点 不能说吗 好 还有一个 我们公司挖得有 网易的 比你级别高很多的 年薪近百万的 高级总监级的人 所以呢 你说的那些东西 我们早就知道 你以为你透露了一个秘密 所以我想说 你再不说 你再不说 真的会失去所有 你是不是觉得 面对镜头 好多事情都害怕 我其实这个 跟面对镜头无关 可能我真的作为一个实习生 我认知是有偏差 就是有些事情 你觉得不能说 你的基于的标准 是一个行规 还是谁跟你说了 还是长久以来的一种习惯 你让我耳边就 飘起杨玉莹的一首歌叫 我不想说 我不想说 我很纯洁 我不想说 我很拒绝 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就是 我可能对这个行业 目前还了解并不多 我只是本着 对我现在公司负责的态度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数据 我知道大概的 知道大概的 但你不想说 是你认为 你个人认为 行规不应该说这个 是 是这个意思吧 即便他跟你说了 这没问题 你也不想说 对 好 那你就别说吧 好吧 我对就是公司之间的 这样数据 该不该透露什么 如果不太明确的话 我个人就会选择 比较保守的方式 第二轮选择 薛霍零 两盏灯 来 直接进入盘情 上盖 小旭啊 就是因为 每一个人出来求职 你哪怕你三年后 五年后 十五年后 你在职场里面 已经做了高级总监了 你出来 如果是求职的话 如果原来的工作 你不能待 你都不会说 过去企业里面的事情吗 因为你职位越高 你其实掌握的秘密越多 比如说 如果以后 记者经验越多 跳槽到另一家公司的话 我 我会 这个行规我不太懂 但是我会 不会拿着 之前公司的一些机密 去服务 也不是这样说 就是 我告诉你个办法 你可以不说具体的数字 比如说 两百万 三百万 五百万 你可以说 我从我自己负责的业绩 增长了多少倍 用这个来讲 这个我觉得 双方都可以达到 预期的要求 来 三千的四千五 价钱要谈吗 不需要 提问有个问题 我想问 粉笔网 你好 您提供的是什么岗位呢 在天津地区工作的 市场运营专员的岗位 我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工作地 就在北京 提供给你是在北京的 教师助理的工作 他就是要和人际打交道 而我的保底薪金呢 是三千块钱 还有提成 工作当中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 让你发挥市场的板块 你可以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我要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美在当下 粉笔网 或者是谢谢再谢 你的选择是 好 好 我想走粉笔网